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8月16号星期五 我是佳元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多地举行不明原因肺炎应急演练活动 引发舆论担忧 长荣酒店遭抵制事件发酵 台湾抨击 民族主义不会让中国伟大 官方统计显示 中国7月份工业增长指数持续下滑 贵州在线状元贪官 原省委书记孙志刚 被控收受贿赂超过8亿元人民币 香港首富李嘉诚牵动市场波动 旗下企业宣布伦敦二次上市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最近中国多地陆续举行不明原因肺炎 聚集性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引发公众舆论的热议和担忧 本周四 广东本轮新冠感染年轻人症状更明显 也成为微博的热议话题 应急演练的动机是什么 中国的新冠疫情又要卷土重来吗 今天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近期包括郑州 张叶 川宇 北京 在内的多个地区陆续举行了 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很多参与人员身着白色防护服 给民主的感觉犹如回到疫情期间 针对中国当前的不明原因肺炎应急演练活动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原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对本台表示 2019年的9月18号 就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前 当局也曾针对当年10月份将举行的 世界军人运动会举办过一场应急演练 其中包括模拟在机场口岸通道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 在当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公众来说还非常陌生 但近期的大范围应急演练 让公众担忧 是否新冠又要来了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周四 引述甘肃省12320卫生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从该省疾控中心传染科何时了解到 中央政府针对10个省份已提出了要在8月底进行传染病拉链 因此相关演练因属正常演练范围并非特殊原因所致 不过微博网友们还是对此议论纷纷 本周四 广东本轮新冠感染年轻人症状更明显成为微博热门话题 这段由南方都市报短视频官微发出的视频披露 近日 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省内新冠疫情感染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感染人数7月较6月份增加了超过1万例 广州新事医院专家表示 研究员林小旭则表示 中国的新冠疫情确实呈现一个快速畅生趋势 林小旭认为 中国当局如果控制不住这波疫情 就可能会想到以前所采用的封城手段 他还分析认为 这有可能是一个特殊政治信号 隐含着当局以健康为由试图对社会进行更多管控的目的 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8月2号报道 山东辽城市一家肉牛养殖厂发现了探居病例 5名工作人员受感染 以隔离接受治疗 林小旭说 今年7月3号 黑龙江疾控中心曾发出通知 警告汛期期间要特别预防探居病传播 林小旭认为 这很不寻常 如果有病亡的牛肢 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就被掩埋 在汛期 病毒褒牙就会随洪水扩散到其他地区 造成进一步传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连日来 长荣桂冠酒店遭中国网络舆抵制的事件不断发酵 本周三 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 就此表达了台湾方面的立场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渊源的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梁文杰当天表示 许多中国网红在近年会仰赖中国的民族主义赚取流量 但由民族主义干涉商业 赚流量的行为并不会让中国伟大 只会让国际越加反感 针对此一事件 长荣桂冠酒店也于周三 在其上海酒店的官网发布声明表示 相关酒店对此次事件处理有欠周全 造成部分住客观感欠佳 深感抱歉 长荣桂冠酒店会持续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 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情况 声明稿同时表示不希望此事影响两岸人民的情感 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朝向两岸人民共同期待的方向前进 本台此前报道 上述抵制事件的起因是中国网红张教官 在奥运期间入住位于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 他发现酒店大堂挂满奥运参赛国旗帜 却独漏中国的五星旗 因此与柜台人员反映 并提供自带的五星旗要求饭店职员挂上 但此举遭到拒绝 柜台人员就此告诉张教官 他无权决定酒店的装饰 张教官事后将相关视频发布上网 引发中国网民热议 许多民众纷纷表示要抵制该酒店 西城、美团等订房平台 也将该酒店从网站上下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导 中国官方最新统计显示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在7月份继续放缓 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近出口数据虽然同比增长 但新能源汽车对欧盟出口也出现下滑 今天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 7月份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1% 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从今年4月增速创下6.7%之后 连续四个月持续下跌 1到7月份 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3.6% 比1到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 房地产依然不见起色 开发投资下降超过一成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18.6% 销售额大减将近四分之一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驻研究员王国成 对本台表示 7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没有太大意外 工业与投资持续回落 国有投资这两年 从两位数增长 折半到6.3% 过去中国政府没钱 靠国企投资拉动 但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 也跟着往下走 长期来看可以搭配两个东西 一个是PMI PMI应该仍然是在50%以下 进口量 外商跟高科技产品的进口 基本上仍然是低迷 甚至是衰退的 后续的出口是不乐观的 房地产方面 彭博日前引用一份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至少有4800万套 已售房屋还未完工 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短期内无法解决 台湾经济研究院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对本台表示 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看来 七成的工商业算是平稳发展 没有成长爆发 至少也不见大幅下滑 但是中国房地产占GDP三成 占民众的财富七成 只要不动产 停止投资开发 对于经济的伤害与影响 就会一直存在 跟相关的制造业 是钢铁水泥 这种跟盖房子有关的 目前都生产过剩 不叫产能过剩 因为我们台湾用错词了 产能过剩是说 工厂有很多机器都没在动 中国大陆是所有机器都在动 都在做东西 只是东西卖不掉 都往海外卖 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 7月份 出口增长6.5% 进口年增6.6% 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8.3% 然而量力数据 演示不了产能过剩输出的风险 澎湃新闻引用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6月中国向欧盟出口电动汽车的数量 为27,180辆 比5月份的36,000辆左右衰退了将近25% 与去年同期相比更是下降约31% 孙明德分析中国现在面临内优外患问题 内优是靠着政府补贴的电动车成长区换 外患是美国与欧洲都针对中国的新三样加关税 这是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还不是经济的主力 还不至于让中国大陆经济修复受到太大影响 目前经济主力仍是房地产 而房地产已衰退许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埋台白报道 最近中共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受会议案一审开庭 涉案金额超过了8亿元人民币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以来 被纪检系统立案的中国省部级干部 已经有41人 厅局级干部多达2127人 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央视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8月14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孙志刚收会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月起诉指控 孙志刚共收会达到人民币8亿余元 他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孙志刚2002年8月升任湖北省委秘书长 2017年7月到2020年11月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2023年3月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内退休 同年8月被中纪委国监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遭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天津法院起诉指控 孙志刚从2002年到2023年利用担任湖北省 安徽省 国家发改委 贵州省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等 要职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 认购股份 承揽工程 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是透过他人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 旅美时事评论员马聚15号接受最为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马聚表示 曾经有信用合作社的联社董事长 索取回扣的比例就达到了10%到20% 一次收200万到500万的汇款 干了几十年累计变成了巨贪 前中共中纪委网友群撰文指出 贵州堪称最穷的省份之一 近年就连续出了7个议员的贪官 2024年已经有4人被审判 而其中正审部级官员就有2个 副审部级3个 7名贪官的共通点都是从江泽民时期开始贪腐 贪腐时间长 以及越贪腐越得到提拔重用 监督机制几乎无效 并没有把贵州贫困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旅美时事评论员郭敏 1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就说 中国政府声称的反腐就是一个笑话 只做表面 郭敏说 郭敏反问中国官场哪一个不贪 哪怕他就一个小小的城管 在发达地区 他贪官的金额就可能达到几千万 甚至上亿 郭敏认为 中纪委发布2024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 其中另岸省级干部有41人 厅局级干部2000多人 这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在创19大以来的新高 显示中共越反越腐反腐失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前朗报道 被中国媒体称为李跑跑的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公司长江基建宣布 除了香港外将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进行第二上市 这一消息带动了集体股价回升的同时 李嘉诚家族的投资变动对中港股市带来的影响 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李哲聚掌管的强江基建 在香港时间周三深夜宣布已向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申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第二上市 预料股份在下周一英国时间上午8点可以进行买卖 常见在公告表示英国是集团最大的市场 认为在香港以外到伦敦第二上市 能让身处在不同地域的股东收费 常见早前曾经透露有意在不进行任何集资的情况下 在海外第二上市集团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落实计划 引起各界的关注 香港前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基昌表示 国际化的集团企业因应投资者和市场不同 到其他地方第二上市并非罕见 相信常见此举是想吸纳中港以外的投资者 香港的这两年的股票市场表现不太好 这一次他都选择去了英国上市 时间太敏感 我想就是这个商业决定了吧 为什么其他公司不选择在第二个市场上市 因为香港其他的大地产商 但资深财经媒体人严宝刚认为 这次常见的决定有多层的意义 他表示常见选择到伦敦上市的时间点 刚好是工党重申执政后 相信是想借此机会向英国新的政府示好 同时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弱化港股形象 一举多得 受访者的声音由AI代读 正是把常见的基地从香港再多增一个在伦敦 是分散投资的动作 香港股市已下滑了四年 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跌幅 主要因为是海外投资者已没有兴趣投资港股 把第二上市地位放在英国能吸纳香港股市 不能吸纳的海外资金 常见的做法似乎想降低来自中国的形象 反映李嘉诚和李泽巨 长远把投资分散在中国和香港以外的市场 是一个明智决定 经济学者施令表示 常见这些的做法有一键双雕的效果 又说李嘉诚的集团再有大动作 把部分的投资搬离香港转到英国 显示港肢的富豪 看淡中港经济前景 常见也看到了国际的油资 是从大中华区往外逃离的这种情况 这种跑路变相用脚投票 对于香港的故事 还有中国的A股来讲 最根本还是反映了市场活动的参与者 对于这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 预期和表现持越来越大的悲观态度 对于中国的包括香港的未来的经济增长 并不太好 中国要想依靠它的资本市场 为它的经济增长 输取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司令相信会有其他的集团 跟随李嘉诚的做法 最终会导致中港股市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更难吸引有价值的投资者 就押着电台记者陈指飞报道 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不竞选连任之际 被视为下任首相热门人选之一的 众议员石破茂近日访问台湾 他在与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会面时表示 防范今日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 是当务之急 石破茂的台湾之行引发中方不满 以下是文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众议员 前外务大臣前员城司众议员等组成跨党派的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团 访台期间分别会见了赖清德总统 萧美琴副总统和卸任了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13号会见石破茂一行人时表示 赖清德说台湾将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国防力量以及台湾的经济韧性 不会把鸡蛋持续放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石破茂认为乌尔战争陷入了泥闹还看不到终点 在日本有个说法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防范 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 民主阵营并肩扒挥微折的力量 才能够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萧美琴副总统则对访团表示 感谢日本政府针对自身安全战略的重新检讨 并在各种与美方的双边三边 或是七大工业国峰会等场域 不断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相信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包括 日本在内区域的共同期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有必要让人民看到新生的自民党 他14号宣布不参选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台湾的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贾 1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岸田文雄宣布不角逐连任 标志着日本政坛即将进入新的阶段 也将促使自民党内部展开权力斗争 预料影响日本对外的政策 河野太郎以强硬的对中立场著称 若他上台日中关系可能进一步紧张 而茂木敏充则以务实主义文明 将会在安全政治上维持强硬立场 但在经济领域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而石破茂他被视为一个 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强硬派 从他过去多次呼吁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如果石破茂上台呢 他将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上 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将会进一步加剧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过陈文甲观察 石破茂比较保守 而且重视政策的细节 在自民党内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石破茂曾经多次挑战 自民党总裁选举都未能成功 陈文甲说 岸田文雄的退出 则为日本政坛带来新的变数 石破茂在日本政坛的地位不可忽视 但其下任首相的胜算 仍充满了挑战 陈文甲认为 石破茂此时率团访台 表明日本对台湾在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具有政治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 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最近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突袭反攻 标志着俄乌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场战争形势的反转不仅震惊了俄罗斯舆论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议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中俄无上线的伙伴关系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乌克兰装甲部队自6日出乎意料地攻入俄罗斯防御薄弱的 长期关注俄乌局势的中国青年虎浩表示 民间舆论的转变可能得到官方默许 国内的话大环境一定都是官方控制的 如果官方不让你发你肯定发不出来 现在有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声音 就是因为官方已经开始慢慢地调整 他应该也知道 因为美国布林跟法华也跟他说了 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的话 很有可能美国会对中国的国企和银行进行制裁 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经济本来现在就很差 如果再受美国制裁的话会更差 所以官方他其实暗中有个调整 但是官方也很在乎面子 所以公开来说不会抛弃俄罗斯 但是实际上他只有一些调整 这一转变与中国对俄乌战争以往的立场 形成鲜明对比 自战争以来 中国一直在国际场合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 尽管中国声称奉行中立政策 但其对俄罗斯的支持 尤其是在经济和外交层面 也引发西方国家的警惕与批评 目前中方也就乌克兰危机 开展了四轮穿梭外交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本月初访问南非和印尼 与两国政府官员就此前 中国与巴西就乌克兰危机联合发表的六点共识 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智库卡奈斯和平基金会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指出 即使目前边境局势升级 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仍有可能保持不变 以下回复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 这种立场才可能发生变化 局势升级至灾难性 例如俄罗斯将威胁使用核武器 西方国家的压力急剧增加 尤其是美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这可能迫使中国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支持 以避免经济损失 如果战争严重破坏普京的政治体制 中国可能会调整政策以确保自身利益 他强调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北京和莫斯科的官方文件中 在未使用过无上线伙伴关系这一描述 因此即使在官方层面 两国也明白这种伙伴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正在变得更加紧密 在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告诉本台 中方立场一直非常一致 他认为中国目前尚不会转变态度 北京对普京在乌克兰面临的问题感到尴尬 如果这些问题严重恶化 例如由于乌克兰目前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中国可能会决定减少损失 但我预计短期内不会发生转变对俄态度 这种情况 他同样强调无上线伙伴关系是夸张之词 这种伙伴关系存在诸多限制 但这种关系之所以密切 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目标 修改国际秩序 并且有着同样的对手 美国 但传统上俄罗斯和中国也是对手 即使现在随着合作的进行 中国的新闻记者和学者也经常撰写 关于他们在远东地区复仇目标的文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著名中国民主人士山东大学前教授孙文广失踪已满六年 2018年8月15号 孙文广教授被中国当局秘密带走 至今下落不明 孙教授的失踪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国际谴责 许多人士呼吁中共当局公布他的生死下落 并要求对这一事件的真相进行彻底调查 孙文广教授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学者和社会活动人士 2016年12月 10年82岁的孙文广 第三次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济南市人大代表 之后被限制自由 2018年因组织纪念64周年被山东国宝积压 当年7月 孙文广给习近平写公开信 要求习近平不要去非洲撒钱 8月1日 在山东接受美国之音节目 时时大家谈采访时 被疑似警方人员干扰 被迫中断采访 两个星期后被当局带走失踪 2022年8月 有消息指孙文广已经于2021年过世 终年87岁 但并没有获得当局或者是家人的证实 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部署的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 可能抹去中国在该地区空中打击的优势 但与此同时 中国也在研发射程更长的导弹 据路透社14号报道 美国的AIM-174B空对空导弹射程最远 可至400公里 这使得美国战机能够在击中对手目标时 又能够保证美国航空母舰的安全 在此之前 远程导弹AIM-120射程仅达50公里 这意味着发射导弹的战机得深入有争议的领土 进而暴露航空母舰与对手的反舰攻击危险之中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